你好 大家好 我是李老婆 就是李老婆 廣播你的嫁务室 全國4月1日起 平均電價調漲11% 你是受調漲的那一個嗎 我們現在就上街去詢問民眾吧 家裡電費有被漲測嗎 沒有 反而變少 我們兩個都已經離家 這是因為打電道 對 我住的地方是算度數的 反正就是他會自己算好給我 所以我也不會太多的去了解 每月的電費大概才700塊而已 沒有感覺到明顯的上漲 有啊 一般行情4塊而已 我的5.5塊 以前夏天疫情整天在家 2000塊有漲 兩個月喔 現在我一個月要繳1000多 所以你看我們這個房東 多惡值 5塊已經很惡值了 還5.5塊 最好新聞爆出來 讓我的房東看到 房東有挑張你嗎 好像沒有 因為本來就蠻貴的 多少一個月 5.5 5塊已經很惡值了 還5.5塊 剛出社會然後就這樣被壓榨 我算是這個很傻眼 那你在做什麼工作啊 我現在 做網紅 大概在經營是什麼 就 就 就漂亮啊 哈哈哈 覺得台灣近幾年有 頻繁的停電嗎 中南部嗎 我在的地區是沒有啦 我是在台中 有 你們自己住的地方停電還是 看新聞 看新聞 這一定會的嘛 你能源不夠 就是會這樣 有啊 常常啊 現在人太好命了 好冷喔 我要吹暖氣好熱 我要開冷氣 我覺得也是要從自己的身體保養起 比較重要 台灣現在缺愛 我現在單身很久都沒有人追 你是網紅決定要跳愛的報道來發電 哦 哎呀呀 哦 愛的寶寶 怎麼樣可以省電 可不可以分享給我們 隨手關燈 就隨手關燈 省電比較髒 冷氣我都是開28度 加上電風扇 那這樣子循環的話 那你整個 你會感覺比較舒適 如果你是住套房的 都用電熱能的 記得要關 不要用才開 我的房門叫我不用關 那你姊姊越長越冷了 對啊 我已經熱情起來了 從自己的身體保養起 比較重要 那大家省點電 吼 突然想到NanaQ 就是我都沒有冰箱 應該不能剝 那個 沒有冰箱的生活 電的Payboard 應該是我都不開冷氣 我都用膳食 不然就是小的USB電風扇 然後我就帶去公司 衝 就是 本節目就請台電發言人來聊聊 我們電價會調漲的原因 主要就是台電的這個 發電用的化石燃料 那去年度因為俄烏戰爭的關係 不管是煤炭或天然氣都飆漲 價格的上漲就導致 台電發電成本 比前一年度增加了大概3000億 那就造成我們111年度 台電的虧損達到2675億這樣的一個金額 那為了要穩定供電 跟我們電價會率審議會來爭取呢 希望能夠合理反應我們的一個發電成本 基本上我們要節約用電有一個原則 就是你要有效率的使用你的電器 如果以全年度來看的話 其實家庭耗電最高的這個電器設備是冰箱 民眾呢可以選擇節電效率比較高的這些冰箱 那剛好這段時間人員局也有在做這種 節電這一個電器產品的一個補助 那民眾當然就可以上網去瞭解相關的一個資訊 家裡經常會有一些恆溫式電熱水瓶 他也是一個吃電的怪獸 譬如在晚上睡覺的時候 就把這個恆溫式的電熱水瓶把它關掉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達到這個節電的一個效果 以上呢就是我們這一次的電價街坊調查 那如果你喜歡我們這支影片 記得幫我們按讚電價留言小鈴鐺 聽得懂我在講什麼嗎 好那我們下次見 大家拜拜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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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